一年一度宗教盛世 大甲妈祖烙境活动 九日丸教抵达彰化时 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导致彰化分局远警执勤受伤 县长王惠美在第一时间就责请警察局长予以关心慰问 并严厉谴责暴力 也在11日前往彰化分局未免受伤及有工人员 感谢警察同仁严正执法勿往勿众 在这边还是再次的谢谢我们所有警察同仁 在对于勤务上面的一个用心 那我想在这边对于这个暴力 我们绝对是予以谴责的 那我想大甲妈每年来这个烙境的一个部分 也希望我们宫庙都能够自治 那我想大家信仰妈祖最主要是妈祖慈悲 拿出来聊境最主要是赐福给大家 那不是造成我们这个暴力的部分 那对于暴力的部分我们绝对是严正的来谴责 也要呼吁我们这个乡客们 我们的这个庙宇 那记得妈祖呢他是慈悲的 那妈祖是要赐福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自律 警战署长陈嘉青十日也专程南下制彰化分局 为免表扬受伤及有工人员 赞许袁警的英勇表现 以具体行动肯定彰化县警察局 维护治安的能力与效率 在彰化所发生的 有某些帮派黑道分子 假借参与这个宗教活动 然后来行扰乱社会秩序的支持 我也要求我们刑事局 还有彰化县还有台中市 已经成立这个专业小组 针对猥琐的或是成员 都一一的加以争办 绝对不会放过 大甲妈祖烙进静香 是台湾社会传统的重要宗教文化活动 每年吸引热情信众共襄盛举 彰化县投入大量的警力 维护活动秩序与交通顺畅 王县长呼吁参与信众 因彼此相互劝导约致 维持台湾良好的传统宫庙文化 对于任何不法行为 将依法严惩严办 以安民心 公益频道黄世亭彰化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见的观众